拉折中提琴 悠揚琴先生回荡在音樂廳 他就是確診澳洲音樂家 日前來台 連辦兩場音樂會 彩排時 這名音樂家沒戴口罩 近距離和指揮家討論 又或是這一張 和其他音樂家肩並肩演奏 更令人擔心的 還有連續兩天 他在表演完 都做到觀眾席 接觸者的範圍似乎更大 這兩場分別舉辦在 228和3月1號 演出曲目有貝多芬名曲 以及多首自作曲 這位澳籍音樂家 曾是柏林愛樂樂團 專屬提琴手 是知名的指揮家和作曲家 原來他在上個月23號 從英國搭機先到曼谷 再到台灣 26號還開演出前記者會 27號出現症狀後就醫 接著在28號和3月1號 都公開表演 隔天才搭乘長榮航空 回到布里斯本 前前後後接觸到的空服員 樂團團員等 至少34人 通通都得居家隔離14天 不過這名音樂家當天入境時 填健康聲明卡時 有填寫咳嗽症狀 但當時醫師檢查 沒其他症狀 也沒有疫區旅遊史 就讓他入境 政府的檢疫標準措施 是否不夠 也再度引發外界質疑 記者綜合報導